你 你为什么不还手 你多说吧 我那脸已经耗尽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肯跟大家说出真相 或者看着我去死 道义和爱情随便选一个就好了 你为什么这么傻分要两全呢 为什么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 你的计划已经失败 为什么还要对我苦苦相逼 我自为一生从来无愧 有愧的本来就不是你 是雪莲教 是那十年未从谋面的岳教主 你 只不过是我复仇路上的一个拦路士 而我 就是那场瘟疫的受害者 唯一知道真相的受害者 只要你还在 我就见不到教主 我没办法拆却雪莲教的真相 我没有选择 你动手吧 你不能答应我 放过雪莲教 放过这些教主 他们是无辜的 不可能 除非你杀了我 不可能 我不会原谅你的 你这一辈子 注定 不得山中 我恨你 我知道 到头来 还是我亲手害死了你 你不知道 顶山门的臭 在我心里足足压了二十年 死对我来说 是一种解脱 我是恨你 为什么明知道我心怀不轨 却要把我留在身边 寸步不离地守着 让我既抱不了仇 又爱而不能呢 是我贪心 想着你总有苦衷 盼着你也有一份真心待我 现在我终于明白 是我错了 你没有错 是雪莲娇 是雪莲娇害了我 又害了你 我雪莲娇的罪孽 一天无法羞辱 你又怎会真心爱我 就像那雪池中 怎么可能开出莲花 都是说谎罢了 不过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 即便是去死 我也愿意陪你 我不要你陪 我不要你陪 这是我最后 能为你做的事 为什么该死的人不去死 为什么死的人偏偏是你啊 如果有下辈子 我们还能再遇到 会不会换作我 此次时刻刻 时刻刻 时刻刻 都让 忍你 下辈子 还是我让着你吧 还有下下辈子 下下辈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